SRAM山底车后波张力调节工具使用教程 后波张力过大会导致变速响应延迟 张力不足会导致链条松垮变速卡顿 1.首先将后波伸至倒数迪亚飞轮 2.将SRAM专硬工具卡入最大飞轮 让镜头指向后波上导轮螺丝 3.找到靠近尾钩的张力螺丝 顺时针增加张力 力时针减小张力 调节镜头指向后波上导轮中心位置完成 条中格提醒 喜马诺可将后波伸至最大盘 调节上导轮 距离最大盘5毫米为最佳